科文哲的群眾 跟郭台銘的群眾 我們可以做一些成分分析 譬如發現是說不一樣 郭台銘的台下這些人 你刚才说的利益很重要 这个柯文哲下面很多年轻人 这年轻人是对生活上的挫折感 或者不满意 然后就寄望于他 但是这两群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相同 就是我要说的 在国家恋童上 或者在民主价值上模糊 没有很执着 譬如如果我们来说 你说今天民进党很多缺点 我也知道 但是你不能这样说的缺点 有些是你假讯息 有些是你虐造的 有些真的是事实 但是我们一定会投给本土政党 为什么 国家最重要 国家最重要 你村的 你这些人 让你做民进党这些缺点 你就可以克服吗 不会克服 他们有国家的观念吗 所以他们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 他们有中国的国家概念 中国的国家概念 中国的国家概念 他们有国家观念 可是他们的国家观念 不是现代国家的观念 老实说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真内部 一串这些 所谓蓝营的这些一部分 我不敢说全部 一部分的这些人民 他们的国家观念 是在所谓的 是前进代的 也就是说他们有透过前进代 是党国性的 党国性的 党国性很强 所以他们有进入一个现代国家的观念 尤其是现代的国民国家观念 没有啊 那其实真正的现代国家 国民国家 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是让整个人类进入现代国家的概念 一个是美国独立 一个是法国大革命 当然后来法国大革命有很多 很多那种回流 很多这个所谓的反动 但是基本上 他是推动了人类 在民主自由 人权的概念上进一大步 而这些是现代国家的基础 你看那个美国独立宣言 人类生活平等 政府的权利由人民同意而产生 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概念 法国大革命已经有人权宣言了 都出来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吗 我们今天的这科的群众 或者是郭的群众 有吗 没有啊 郭台铭骂我们说独裁 这个独裁政权 让你骂独裁政权 他是人民选出来的 对不对 还有小英奇吗 有800多万 817万 你不认为习近平是独裁政权 不是认为 那不是的话 从来没有批评习近平 请问习近平的得票率多少 没有啊 他的政府不是由人民同意而产生 所以我们这些人 我跟他讲的这些人 他还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 所以真正的危机 其实来自于这些追随者 你没有国家的概念 你没有一个公民责任 要承担这个国家的责任 他们是原来的那个 中国的帝国概念 他在讲那个民主转型 事实上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法国大革命 推翻 杀掉国王 然后英国的大宪章 维持国王 清除天 我觉得是近代帝国转型 民主化的两个类型 英国那个大宪章更早 对 这两个类型 一个帝国转型有两个 一个是毁掉国王 一个是保留国王 但是虚位 那这个民主转型 后来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社会革命就是 苏联革命那个是对典型 那社会革命已经在1990年 前后 那个东欧决体 证明是一个失败 然后中华联民共和北韩 这些还是维持在原来 共产革命所形成这种情况 这个变成一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所以国民党崩崩离析解构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对台湾的政党政治 民主政治好吗 国民党的解构 我觉得国民党 如果依照目前这个情势看起来 台湾的这个解构要看 有没有符合台湾的国家民主转型 解构民主化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个 去掉中国的冠子 变成台湾的长 那形成一个相对于民进党的台湾政党 有吗 现在 没有 现在是没有这样 没有吗 我们希望的政党 挖走他里面的地方派系 有郭台铭的势力 然后有人说偷走他的一些 国民党的一些支持者 包括像是柯文哲 如果这已经是一分为三的话 这样裂解之后 这个国民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国民党 这不是近代政党的一个形成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像一个 原来的党国帮派 然后解构 可是它的那个全体 并没有形成一个 我们期待台湾可以形成政党轮替 政党政治的那种可信的 可寄托的政治团体 没有这个 我们看不出这个迹象 我常常讲说 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去掉中国的贯持 台湾人民有权利 不要去选择这样的政党执政 国民党 他不知道阿贵白对他是很好的 阿贵白让中文国民党 从过去那个所谓革命政党 转换成民主政党 而且这个转换成民主政党的过程中 就是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所以国民党如果知道 顺这个民主潮流下来 你不要赶走李登辉 然后接纳民主的价值 但是今天的国民党大部分的人 是不能忍受当年两奖 这个专制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被解构掉 也要解构掉就是台湾的民主潮流 跟李登辉的配合 所以后来他又把李登辉赶走 他赶走李登辉什么意思 他就是要回到他原来的那种 国民党的那种 其实就是专制政权的那种本质 所以他就是违背潮流而行 可是民主潮流已经发展出来 毕竟还是很多人觉得说应该要民主 所以他现在搞得最后崩崩离析 怎么办 他就不要再反共了 我要跟中国共产党 更良好起来 这个是不是他挖克共产党 他就可以恢复 他的优势还在考验中 而且就变成考验台湾 是 如果台湾人民你要不要 在这个民主潮流中 接纳民主人权的价值的同时 你要有建立台湾主体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有时候看台湾人民实在是 感觉很可怜 你没有办法去解构过去 党国时期给你的洗脑 所以在殖民时代所留下的这种 普遍人民的不安 跟现在面临到中国的威胁 所呈现的不安 再加上政治人物的语言 进行的煽动 更不用说认知作战的一个煽动 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头 他们常常会做一些 可能你看不到的 比如说在最近的氛围里头 很多人就真的在办移民 然后把孩子提早 尤其他本来可能是高中 才打算把他送去国外 他提早送了 那一种不安 你要说他不认同这个国家吗 好像也不是 这种不安的气氛 你说他做错什么事情吗 好像也不是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两位的看法是什么 米尔老师 我觉得移民是一种 不安的投机主义 那这个不能怪移民者 而是那个环境 让他产生这种不安 然后他对那种 权力当然有意味到 可是对责任 他没有充分的 这个并不从现在开始 战后1949年以来 国民党就充满了一个移民的这种 社会条件 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有牙刷主义 就是留下一个人在台湾赚钱 或是服务工资 他家属都到美国去 因为近代的国民跟国家关系是流动的 有一种自由流动 比如说不管哪一个国家 除非是极端的专制 你都可以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 作为其他国家的国民 所以如果单一国局的国家 的国民的话 你的国家关系是一对一 那台湾保持双重国局 就是因为面对了那么多的有利者 他在移民的时候 你不得不用这个来 不然的话你的国民就会失去很多 包括你自己在统治者 可能也不是台湾的国民 这个是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台湾的国家条件 那为什么不去处理这个国家条件 而是要形成这种不安的投机 应该怎么处理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台湾要赶快 透过国民的努力 去建构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化国家 然后去摆脱 比如说中国侵犯论的可能 那这个当然是 还要有待时机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意识论者 它并不是说 它想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真正的生活在一起 不是 它想要争取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商给予它统治台湾的特殊权利 这个就好像说 原来在台湾的 原来一个厂商 那你在外地生产以后 形成一个品牌 那形成一个品牌 它开始要自创品牌 台湾就要自创品牌 那有一部论人就想要 争取中国给予 特别统治台湾的权利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人并不是说 他觉得中国很好 他是表面这么讲 他也知道 如果台湾要移民 他去中国 当然要更生活在第三国 可是他的争取是 要争取中国人民共和国 授予他统治台湾的代理权 现在政治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像现在的国民党人 从国民党脱离出来的郭 他虽然不是 他也是 即使国民党很特别 很多人即使在国民党也不认为你是国民党人 那很多人即使你没有国民党身份 你还是国民党人 郭文哲 郭台铭就这样 郭台铭没有国民党员身份 现在没有了 李登威为了让国民党台湾化 去留存 国民党在台湾的活化条件 他也不认为他是国民党人 那国民党支持者去支持 柯文哲是期待他什么 支持柯文哲一个就是恨得政治学的表现 就是说如果都是民进党执政 他们把政治 台湾常常流行一个吃香喝辣这个观念 我很讨厌台湾的政治上的 对政治对手的批评 就是吃香喝辣 他们把政治权力当作一个利益上的极大化 而且政治是公共权力 他不是像公司经营是 票票公司经营是按照谷文 他是一个公共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他们把民事党执政 中国国民党从原来执政的利益 现在变成好像都没有利益 然后用那种发动 我看现在的政治攻击 很多都是恨的政治学 就是鼓吹恨的力量 你看郭台湾也是一样 那这些更 那我不了解 不能够了解的是柯文哲 他是一个乱中的政治冒进主义者 比如说我们看到原来台北市长选举 民进党那个时候抵抗他的时候 是让我们社会上 我们大家都督持 也希望民进党以外 能够支持一个另外一个力量 但是很快的 他就跑出来跟民进党决断 那最近我看到他讲说什么 那个现代的那个前瞻计划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 同样在那个年代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 从那个世代印 从那个开始 他开始就论的时候就想到大卫 他的权力意识 他并不是跟民进党分裂是 他现在讲的那个理由 而是很早就是因为那种路线 那个也不是政治路线 而是个人的权力性格的关心 但我觉得他跟郭台铭也不是那么一样 但是他也在这种乱中 自己考量到那个权力意识 刚刚提到那个对毛泽东 我上次也批评过 毛泽东在六八革命的时候 全世界的年轻的知识分子 去年我们都崇拜他 包括台湾以前 像那个陈印针 他们都以觉得毛泽是中国解放 世界解放 但是那个六八革命这些人 包括东京安保的玄契运动 我们在八零年代都已经改变了 六八革命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 就战略出生婴儿潮 那个时候都变成婴皮 可是我们到八零年代的时候 大概都转成亚皮 那这些人大概都变成 那个战后世代 后来在2000阿北那个时候 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克林顿 英国的布莱尔 包括德国的史诺德 他们都是战后世代 然后从那个西匹变成亚皮 从那个居建变成保守的国家治理人 但是现在还在讲那个崇拜毛泽东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某种笑话 某种笑话 那这个就是显示那个柯的性格上的问题 大家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退朝的时候 柯文只有才去延阳在朝拜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状况 这凸显了他个人的心理 心态 如果说在毛泽东刚起来的时候 不只是人民崇拜他 全世界都变成一种 推崇毛泽东的那个热潮 但是久而久之就知道说 你这个杀人比蒋介石还厉害 慢慢就退了 我觉得上去那里面就是 柯文没有什么包袱 比如他没有政党的包袱 他是一人 他没有台湾的包袱 他也不会担心台湾怎么样 所以他对他来讲 他是等于是没有什么牵挂 所以他这样冒进乱弄一团 做无本生意的地方 他是做无本生意 变成一种虚无 对 他是一个 他没有牵挂 他比起那个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侯友 他还有一个好像一个党 比如民进党一个 试念的就是台湾 他没有牵挂 如果侯友宇当选 至少他背后 有国民党这个党机器 这个制度还可以约束他 我也可以预测他 对 可以预测他 他也是变得 他有一个团队 对 但是他会回到 那个原来的保守力量 最坏也就是 马英九的执政 但是现在 柯文哲就是一人政党 如果未来郭台铭 阻挡的话 说真的他也是 一个一人政党 一人政党 说真的就是一个威权政党 就是一个威权体制 但是我觉得郭台铭 如果的话 他会收编国民党 他会收编国民党 因为他现在虽然是 没有可能回归国民党 对啊 他虽然即使 他现在盘算 就是说 国民党的上策 是因为国民党 推他当候选 他到现在还没有 第一个是这样 他最坏才会偷党 就独立参选 那即使独立参选 他还认为他是 代表通过国民党 特别是贤后 他还是跟国民党 可以合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郭跟柯配 是 我的配不是那个配 我们两个会配起来 谁正谁夫不知道 但是这两个人性格 是相当不一样 可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共同起码追求政治资源 所以这两个来讲 就是郭跟国民党 是很有关的年训 然后柯是国民党来讲 虽然有互相利用 但是同时性很低 互相是有那种侵犯性 那郭跟柯 看起来两个人都 不是当副手的料 都没有当副手的态度 所以你们还是认为 这两位是当选 是对台湾风险性比较高的 可以这样说吗 两个人配起来的话 对台湾风险性很高 如果风险性更高 但是就个别四位 不管是要参选或类参选 把郭台铭放进去的话 你们觉得这两位 还是风险性最高的 对台湾比较好 所以是比较好 就是说 起码本土力量 比较没有被瓜分 比较没有挑战 对 小光老师有特别提到选票 你说选举反而摧毁了民主政治 你这种选举 你有这样的忧心 因为我用那个希特勒做比喻 希特勒之前是 所谓威马共和国的灭亡之路会重演 是吗 威马共和 威马共和是因为伊士大战之后 德意志帝国 瘟解 所以出现了威马共和 威马共和 最后透过威马共和的这种民主体制 希特勒崛起 然后希特勒崛起之后 形成一个专注政权的情况下 摧毁了威马共和 所以希特勒是怎么起来的 他是靠选票起来的 然后最后他摧毁了 拥有选票制度的威马共和 而我在担心台湾会不会这样 就是说台湾像这些 我刚刚讲过的缺乏民主 缺乏人权概念的这些人 如果拿到了政权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才说台湾为什么 一般民主国家没有的现象 在台湾发生 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说 你应该先以国家认同 台湾主体为第一思考 再来考量其他的问题 是 比较乐观一点 还是85%以上是台湾人不是吗 米尔老师 那是台湾人的 所谓在地的著名的性格 并没有转化成 台湾的国家的公民性格 所以我们看 这个去年的民调 认同的民调 80%认为我是台湾人 对 我说如果这个民调 80%是台湾人的话 那边欢乐 因为起码本土政权 或者是在清德好了 他一定有起码有80%的 可是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你不是说你是台湾人 因为他很多人认为 他没有考虑到选举的意义 很多人虽然在投票 他没有选举的意义 你问他说 你是不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我才不是那个中国人 他会这样讲 可是他投票的时候 他竟然不知道 这个选票的意义是什么 是 这个就是一个经济因素 过度发展之后 主宰了一个基本的公民意识 应有对社会的一个 所谓的公民责任 经济发展本来不一定是完全 火定自己的文化上 或是认同上的责任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发展 都一定会去国家化 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他也不是说 他现在也混在台湾人的群组里面 他也不让你说 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是中华民国论 他是在这个非常暧昧的认同的部分 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说 如果台湾跟中国是一个 二选一的时候 他怎么选择 他是没有这样做 所以他是利用这种模糊的 那台湾的国家意义 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他利用那种 我们刚开始谈的那些 贪污腐败 这些贫穷 不放在实证的价值检验的那种民识里面 去挑动台湾 以为正常国家就是一定可以正常认定 台湾就不是正常国家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有一种 台湾的认同的政党 可以轮流的执政 可是偏偏 现在的政党 不是左右 是统独 或是说台湾跟回台湾 或是有中国模糊概念的政党 是是 老师有没有补充呢 小峰老师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非常谢谢两位 其实我们说这场大选里头 怎么会叫做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呢 没有人要选择战争 当然选择和平 什么叫财富与贫穷 当然选择是财富 不是这样子吗 有人说对于中国的一个 所谓的控制 在这场选举里头 有时候不是关键 我引用在小峰老师 最近在评论当中特别提到 关键在于许多生活上 比较挫折的人 比如说你说是低薪 甚至可能无力买房的这些人 把这些候选人视为 就像当年的像民族救星一样 把所有希望要寄多在他们身上 那这种心理到底反映出什么呢 跟当年这个德国 视这个希特勒为救星 是同样这种逃避自由的一个心态 那在这场一个 真实对话的背后 我们也希望 在我们过去脱离的日本化而中国化 台湾人几乎好像长期的一直放弃在文化层次方面的思考 当你一方面放弃文化的版图 在追逐进逐于在经济领域当中 经济所带动的某种程度的满足 可是真的也是忽略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也就是说经济的高度发展的结果 虽然在迈向民主化的国家 无形当中让人民带来的一些满足 可是绝对绝对不是让你去放弃 成为一个国家公民的一个责任 你反而应该要勇于去承担 谢谢米勇老师 谢谢小枫老师 谢谢苏联国人朋友锁定今天的Real Talk真实对话 我们再会咯 谢谢